首先我是一个英语老师 然后呢在学习方面 我是有自己的一个规划 因为一直从事的 就是国际贸易这一块 所以就没有像 大部分的人在选择 商学院继续深造的时候 选择国论 因为我的业务 是跟海外是相关的 然后新加坡作为一个 东西方文化教会的 这样的一个桥梁 我觉得这里是非常适合我 站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去看中国 然后或者是看世界 其实学习我觉得是一个人 一辈子的事业 它其实跟年龄 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第一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相信很多来 经国大的校友 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 体业经营方面的 实战的经验 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 都是比较缺乏体系化的 这样去输出自己的 管理经验 给到自己的团队 那我选择到 经国大来学习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 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去构建自己的 更加的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 结构思维的系统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因为经国大的 学习的氛围 学习的强度 以及它的学术的氛围 是非常的资民的 然后也是让很多的人 都望而却步的吧 然后选择这边学习 另外一个看重的 也是它的学习的分配 这样子 最打动我的是 我们老班上上台的那一刻 以及传灯的 这样的一个环节 然后这个让我感受到 就是国大 它就是文化是可以传承的 然后人的这种情感是可以传承的 这个方面是让我感受最深 以后也是最打动我的 然后第一届 就是一个80岁的老班上 还可以站到台上 跟我们25名之后的同学 去有这样的一个对话 那么让我特别的感动 如果是凝结成一记忆化的话 就是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然后前几天我有看到 傅强老师的一个视频 然后也是对新同学的 这样的一个期待 就是空碑的心态 然后以空碑的心态 以虚心的态度 然后以去评交朋友 这个也是我未来两年 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请多多指教吧